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現問歡迎在前進主流 今天加權股價值數下跌67點 以7832點做收 我想這連續兩天兩根的黑K棒 可能跌破很多的眼鏡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你記住記得我們把後面這兩根黑K棒遮起來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只要請問各位 是不是有很多人預期日線的KD出現低檔背離 這個行情要出現連續性的拉伸 那麼基本上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你為什麼財富大所損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所謂原因 你們會預設立場 什麼叫預設立場 上個禮拜五一根紅K棒 每一個頭顧節目都可以講說 這個行情馬上要噴出去了 讓你感覺到他們講的是對 KD值來到地板了 這邊這個行情有機會往上升 結果今天反而送你一個黑K棒 那我只知道你今天來市場上 你唯一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那麼要怎麼樣致富賺錢很簡單 你永遠要了解主力作手 有即時當下的一個所謂方向 為什麼需要知道主力作手的方向 為什麼需要知道主力心態呢 因為最主要原因 主力作手他真的永遠都比你少知道 我們都知道下一個禮拜 要收八月份的一個所謂月線 一個月又要過去了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月 操作到底好還是不好 可是至少就我的一個所謂角度而言 我有盡到每一件事情 事前告知的責任 而且我也相信這個事前告知 絕對是可以讓你趨吉避凶 就好像當時在8月5號的時候 我說過的如果沒有主力心態 我把後面遮起來 我真的以為這一個行情要上去了 可是當我擁有主力心態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行情會往下殺 那我知道請問各位 這個會往下殺的成果 我在節目當中有沒有跟你預告 8月6號的時候 當主力心態 這8月6號 8月6號開盤先開低 上下震盪之後 又快速往上做急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 你不知道主力心態從紅色變綠色 你不知道主力反手放空 你也許你跑去做多 結果做多完之後 當天送你一根所謂黑黑棒 結果隔天跳空開低 你可能認為那一個行情 在60分鐘線出現了一個所謂的貝離訊號 你會不斷的去搶 可是我卻告訴我的會員 空單報勞 甚至於當他出現十字棒 也是八八節的這一天 你想說八八節出現十字棒 總算跌夠了吧 可是我卻告訴我的會員 加碼放空 為什麼加碼放空 因為很簡單 八八節的那一天 這是8月7號 這8月8號 他慢慢慢慢往上做一個所謂急拉 我只要請問各位 急拉過程當中 主力心態是多還是空 等同於主力作手 他是把空單全部佈滿 而導致於在8月9號那一天 行情再創一個所謂波段上面性低 同樣的 上個禮拜也都是一模一樣 上個禮拜 如果來到禮拜一 你認為禮拜二行情會出現大漲嗎 可是問題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我會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連續兩天都是多方 就好像上個禮拜四也都是一模一樣 上個禮拜四你認為禮拜五會出現 你們所講的破底翻嗎 所以說有時候 很多人他說 帶槍投靠 他會說他跟錯某某老師 可是問題重點 如果我跟一般的老師一模一樣 一年365天 有的只做多 有的只放空 甚至一年365天 漲的時候他告訴你買最低 跌的時候他告訴你賣最高 我講坦白我真的沒有臉上節目 就像上個禮拜五有多少頭顧老師 他告訴你他買最低 結果你跟他操作 真的是買最低嗎 還是買最高 那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找請問各位 來導播這個區塊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我給你預告主力心態 它由空轉多 否8月16號代表上個禮拜四 我跟你講心態由空轉多 我告訴你周限關鍵價落在7918.27 我會不會給你一個全方位的一個所謂答案 結果上個禮拜五 國際股市的一個所謂利空 台北股市跳空開低 我只要請問各位 主力心態有沒有連續 禮拜四的主力心態多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多 最主要原因 結果禮拜五 拉出一根所謂的紅K棒 每一個老師都跟你講要噴出去的 記不記得 我說過了你看我的節目 你一定要做筆記 我的節目不是跟你搞綜藝秀 我的節目不是跟你搞拆登迷 我的節目是給你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就像上個禮拜四 有哪個老師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由空轉多 就像上個禮拜五 大家看到紅K棒跟你講行情要噴出去的時候 有哪一個老師跟你講急衝就會掉下來 有沒有 上個禮拜五有沒有跟你預告急衝之後就掉下來 那我只要請問各位 昨天行情有沒有完完全全依照規劃來做 好 重點在這裡 看清楚喔 我們先講短的部分 那麼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沒錯吧 昨天是急衝之後就掉下來 昨天我是跟你預告 殺下去之後就會拉 好 來看清楚喔 今天早上有沒有殺下去之後拉 王先生說 哇 怕頭啊 老師 你怎麼這樣轉 殺下去之後真的拉起來耶 可是為什麼拉起來之後 又會往下再殺下去 而且殺更兇 好 我給你看一下東西喔 基本上 主力心態這種東西 比較沒有辦法去跟你們做預測 因為主力盤中他要做多還是放空 我講坦白 你只有藉由我的時空轉折軟體 你才知道 而且我很自豪的告訴你 今天全台灣能夠擁有主力盤中 到底是做多還是放空的軟體 少之又少 我們看一下東西喔 這是今天的對不對 開滴 往上做一個所謂的急拉 我講坦白的 我很想罵三字經你知道嗎 太狠了吧 有沒有看到 開滴往上急拉 為什麼急拉 因為主力心態他還是多 可是問題重點有沒有看到 急拉來到今天最高高點的時候 主力既然會從紅色變成綠色 代表他在高膽出完之後還反手放空 我只要請問各位 擁有主力心態重不重要 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當主力心態由紅色變綠色 結果有沒有一路快速往下殺 證據我完全幫你保留起來 好 這邊這個行情 多頭啊 我請你稍微努力一下 怎麼講呢 我在上個禮拜 我跟你預告的周線紅燈 如果說你是我的一個所謂的長期觀眾 你知道周線紅燈代表行情 不是盤就是漲 周線綠燈代表行情 不是盤就是跌 你不要太混喔 我再跟你講一遍喔 你不要太混喔 因為下個禮拜 他要收月線 目前月線關鍵價落在7、9、X、6 這一個點 只要收不上 我告訴你 下一個月 電子股很多 到目前看來好像跌很深了 可是問題 他只是起跌的開始 我們講得很清楚 我一直在跟著我強調 你在股票市場 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第一個原因 你不知道主力的方向 你誤把逢金當作一個所謂馬糧啊 就像我只要請問各位 今天3673的TBK幾乎快到跌停板 跌19塊錢 收在303塊 你可以等來到303塊 才知道事情大條啊 可是問到請問各位 我在5月底的時候 我會跟你預告 594塊錢放空 甚至於6月25號 TBK爆量收一根紅K棒 來到488塊錢 我告訴你主力心態還是空 甚至於7月5號的時候 我說這不叫出量止跌 這叫出量起跌 甚至於精彩在哪裡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在594塊錢放空 594塊錢放空 我只要請問各位 TBK它是這樣垂直殺下來嗎 不是 它是跌一段彈起來 跌一段彈起來 甚至在7月15號的時候 我只要請問大家 為什麼我說你一定要擁有主力心態 不管是我們的課程 不管是我們的軟體 很簡單嘛 這一天我都記得很清楚 有多少頭顧老師 他告訴你 恭喜TBK亮燈漲停板 他手中有TBK 我記得當時只有我最笨 我說你一路買 總有一天會買到最低的低點 結果來到8月7號 有沒有看到TBK利空 8月7號有沒有看到TBK利空 很抱歉 從594塊錢已經跌到302塊錢 足足大跌5成 我只要請問大家 不管是TBK 不管是宏達電 我到底在堅持什麼 我說很簡單嘛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擁有時空轉折 很簡單 過去的紅買 立賣已經落伍了 就像今天 TBK跌 很多賣軟體的跟你講說 TBK跌他早就知道 是這樣子嗎 這邊 你的紅買綠賣 如果沒有出現買訊 我會很清楚告訴你 你的軟體已經壞掉了 問題 我只要在堅持什麼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就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線 我在堅持什麼 還要再看嗎 我在堅持什麼 人家主力放空給你看 主力還罵我說 謝溫你很積極耶 我們在放空 你幹嘛在節目當中說 我們在放空 事實上沒錯啊 這檔叫3673的TBK啊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只要請問各位 一路以來 從594塊錢 我放空一路以來 你有看到任何主力心態 從綠色變成紅色嗎 紅拿電也都是一模一樣 放空 還記得齁 278電有放空 加碼放空 當時一樣 一樣 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只要請問各位 240的跌我都會背 我在堅持什麼 我說不叫出量止跌 那叫很難止跌 你看我這句話 有沒有很見 我說不是出量止跌 是很難止跌 我問你我在堅持什麼 之後跟你預告月見綠燈 好啊 你可以等看到報紙的利空 很抱歉 已經大跌115 還不止如此 宏達電8月9號 我記得很清楚 不知道這一根還是這一根 這一根 拉出一根所謂的漲停板 哇 你們所學的技術分析 跟TPK一模一樣 那叫做突破K棒 對不對 那叫做突破K棒 對不對 我又跑出來了 我說能買嗎 你要問主力 我還告訴你 取忠人善的時候 還會再殺 看清楚喔 當時在159塊錢 今天宏達電剩下149塊錢 你買個10張 10萬塊 又不見了 我再問你 你有多少錢 跟主力作手對作 再看一遍 TVA看完了對不對 2498宏達電 要問我嗎 主力心態 從紅色 變綠色 一路以來 即使你看到這一根突破K棒 漲停板 每一個老師可以講 做多 只有我最笨 我告訴你 取忠人善 還會再殺 還有 翼龍電 翼龍電盤下可以放空 對不對 你知道嗎 翼龍電盤下 它可以放空 空在盤下 空在57塊 我當天有沒有跟你報告 主力心太空 外加月線綠燈 你的下場 會跟宏達電一模一樣 我給你報告 看清楚 2458宏達電 今天宏達電大跌 你會意外嗎 你會意外嗎 我老早就跟你預告了 兩支了 看清楚 2458宏達電 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哇 蘋果概念股 哇 蘋果股價創新高 叫你趕快去買PA的股票 去買啊 去買啊 3105的文貌 為什麼今天還在破底 很簡單嘛 主力心太 叫什麼 人家佈空佈了一個月的時間 是主力先佈空 導致於宏達電 導致於TBK 導致於翼龍電 破底 而不是因為破底 主力才佈空 這個邏輯跟觀念 你要搞清楚 這也再一次證明 我們系統的重要 我再給你講一件事情 我很不希望看到啊 我的操作 很多人打電話進來問我說 為什麼要跟我操作 我說很簡單 我如果跟一般的頭顧老師 一模一樣 每天不斷的換題材 因為他知道你們喜歡做多 就好像有這一波 有很多人 宏達電 TBK 翼龍電 是一路買下來 為什麼要買 因為為了做生意 因為為了買在最低的低點 可是你看我 我有沒有操作方法跟策略 6月份的時候 我告訴你我全力放空宏達電 TBK 為什麼我全力放空宏達電 TBK 因為很簡單 大盤它月先是綠燈 7月份我全力做多 貿連 核大 高利 你可以幫我做驗證 直接股票要大漲 為什麼7月份全力做多 因為很簡單 大盤月先是紅燈 下個禮拜 大盤收月先 如果大盤月先是綠燈 不只如此 你現在手中有這些股票 包括群聯 群聯都是一模一樣 很簡單 群聯連主力線都不用看 拜託 哇 這個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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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切線 而且形成連環套 一個頭 兩個頭 三個頭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如果你不來找我 到最後的後果 你是絕對沒有辦法承擔的 第二個原因 你為什麼跟我操作 我可以跟一般的頭顧老師一模一樣 哇 昨天第三方之父 我早就知道 這些頭顧老師有一點把戲 昨天你有沒有感覺到嗎 如果說在節目當中 不講第三方之父 很丟臉 去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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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7的Oh my God 不是大家跟你講第三方之父多好 去買 真的沒錯啊 昨天漲停板 今天咧 如果明天再灌根下去咧 怎麼辦 怎麼辦 追逐漲停 不斷換題材 你的財富會大縮水 7月份 我說過了 7月份 我可以買在20塊啊 20塊啊 因為當時主義現在翻多啊 可是問題重點 不好意思 當時6月份 我在全力放空 我在全力放空 宏達電TPK 7月5號 冒連60塊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給你報告 為什麼要找我 連續加碼 為什麼要找我 掌停板了喔 來到73.7 倒不大一點 73.7 我來跟你報告 才剛開始要漲 就像宏達電 從278.5 跌到242塊錢 我跟你講才剛開始要跌 提財 爆跌 我一樣跟你講題材 擊殺的時候 叫你繼續加碼買進 跟你講 放空音樂斷頭 跟你比對宏達電 帽連 跌停板跟你講 還是持續買進 一口氣漲了1.5倍 不只如此 你要想盡辦法 很多人說 謝老師 主力心態課程有這麼重要 你驗證到了耶 我真的好棒喔 一般的人 一般的頭顧老師 其實在我的眼裡 他們程度大概只有幼稚園而已 我是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進步 來導播放VCR 不用放VCR 直接講給你聽 這個是上個禮拜三 很冷喔 上個禮拜三 當時帽連在119塊錢 漲7塊錢 我告訴你 這是空單斷頭回補 不是實質買盤 我告訴你 你千萬 千萬 來到156 你千萬不要再追了 有齁 我要跟你講喔 來看清楚 3665帽連 這從7月5號 一路漲上來 我每天只叫你 趕快買帽連 趕快買帽連 一直買帽連 我不會像一般 比較不專業的老師 看到爆大量 這根爆大量 不要再追了 看到跌停板 帽連要休息了 看到跌停板 帽連要休息了 只有當他們越講休息 帽連越長越多 我是在上個禮拜三 我提出我的警訊 我要請問各位 這個警訊 難道是我限彎亂拆的 還是我有憑有據 我一再跟你強調 不好意思 讓我拿一下 我們的資料 我說為什麼 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發明 計算的方法 在這一疊講義當中 我有教你怎麼算 我有提出我的一個理由 我說為什麼它不叫實質買盤 因為從1.55到1.75 再到1.5 再到1.46 等於是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實質的買盤是不斷的衰退 代表 主力跟我一模一樣 趕快加空 加空 加什麼這些人 結果這波帽連最高高點 157.5 有人在跟你交空間理論嗎 有人在跟你交主力心態嗎 老師啊不准啦 我們現在回過來看 再一遍喔 149對不對 今天剩下134 我是在這一天跟你講的 茂連從幾月幾號 7月5號一路以來 我是上個禮拜三 我提出我就茂連的第一次警訊 兩天跌15塊錢 所以你會擔心選錯老師嗎 你只要找到這個老師 他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他是有方法 他是有策略 而不是一年365天 只會做多不會放空的 你這樣子自然就能找到財富 那麼基本上齁 今天茂連跌下來 我先跟你預告 茂連明天會反彈 證據在哪裡 先消息 戴馬回來 大家好 我是張飛 我喜歡騎哈雷 玩鵬帆 打高爾夫 整個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鄭重推薦 淡水最優質的個案 假期人生 樂活成真 洪聖新世界2 您一定要來看看 2622-6888 洪聖建設 信力代銷 華信投股 謝老師 GF茂連大漲之後 要告訴您下一檔翻倍股 8月24號 星期六上午9點半 在台中 下午2點在台北 歡迎您將手中的持股 帶來會場 這個節目放 專線02-2392-3988 專注讓華信投股 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一向擁有掌握重要投資的 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皆能以絕佳專注力 建立投資優勢 再因為擁有強大的投資團隊 及專業知識 不論是多元投資策略 我們就能提供 獨到的投資建議 以最佳洞察力捕捉最新資訊 這個球播支付專線02-2392-3988 2392-3988 專業誠信負責 華信投股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故 華信財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支付專線02-2392-398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李財周刊13歲生日囉 周年慶期間好康不間斷 8月份理財周刊大回饋 雜誌原價220元 現在下殺168元 到您現省52元 輕鬆理財一路發 鄉親請洽02-2392-6680 機會難得靜庭把握喔 吹起聽啊 沈用起聽五分鐘 歡迎這次回到節目現場喔 那剛剛導播 謝老師你真的很挑耶 上個禮拜 真的沒錯啊 上禮拜三沒錯吧 這是我第一次給你提出 茂連的警訊 我還告訴你我是怎麼看的 有沒有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拿到主力心態的 一個所謂課程 我強反白的 一般的頭部老師 連空間理論都搞不懂 什麼叫空間理論 在上個禮拜三 就跟你預告156 不要亂追 結果茂連這一波最高的高點 是157.5 沒有人家跟你解盤的啦 每一個老師 永遠跟你講說買最低 賣最高 有人像我這樣解盤的嗎 這是你來找我 唯一的一個所謂理由啊 不要等到 到時候 哇被人家吸引 哇這老師好厲害好會賺 結果參加之後 不是那樣狀況 財富100萬剩下50萬 1000萬剩下100萬 你才來找我 那來不及了啦 我只給你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結果講完之後 貌連真的兩天跌了15塊錢 那為什麼我跟你講 貌連明天會反彈呢 因為很簡單 他從昨天的負1.7 到今天剩下負1.55 代表明天會反彈 那麼只是說 他到底反彈起來 是回升 還是只是反彈 跟宏達電一模一樣 我們要把這數值慢慢看下去 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 我再給你報告一遍 基本上你們問我說 夏老師 你講的貌連第二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我告訴你 他現階段 還是在高檔持續做一個所謂震盪 那麼今天急殺 我有買 可是問題現在重點在於哪裡 你現在 你不是跟我講說 你手中有宏達電 有TPK 有義龍電 有群聯 我放在那邊沒有關係 反正我自己買貌連第二 我告訴你 你買也買不多 重點就在於說 你要不要好好去檢視 你手中的一所謂持股 我講講白的 尤其是電子股 你不覺得嗎 之前這支362的洋華 有多少人跑去追 底部進場 越輸越慘 有沒有看到 底部進場沒錯吧 2315的神達 快點來買啊 3D列印的 甚至今天 好厲害喔 昨天買第三方支付 今天看到472的國金化掌停板 大家開始追3D列印的 你們有這麼多子彈嗎 你目前手中的一些持股 一些股票 你要先處理 這才是王道 至少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再給你報告一遍 如果下一個月 大盤月線 由紅燈變綠燈 我講難白的 誰鳥裡茂連啊 紅燈電 它將會是 你我最好的一個朋友 操作 它是要有方法 它是要有策略 更重要 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要懂得 一個所謂多空雙向 你才有辦法 在股票市場 成為一個所謂常勝軍 今天同樣只有前三名 第四名就沒有了 主力心態最新版的 一個所謂講義 我希望你把它拿回去 好好研究 你自然可以了解 主力操作的每一個 所謂的每個角度 認同我操作理念的 好好把握 我們現在所推出 帶槍投靠專案 前三名外加主力心態課程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先進到這之後 明天操水裡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請用五分鐘 去KITIA 先用KITIA 過分豬 華信投庫謝老師 GF茂蓮大漲之後 要告訴您下一檔翻倍股 8月24號星期六上午9點半在台中 下午2點在台北 歡迎您將手中的持股 帶來會場 這個節目 蹦 感謝0223923923988 專注讓華信投庫 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一向擁有掌握 重要投資的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皆能以絕佳專注力 建立投資優勢 再因為擁有強大的投資團隊 及專業知識 不論是多元投資策略 我們就能提供獨到的投資建議 以最佳洞察力捕捉最新資訊 這個球播支付專線023923988 23923988 專業誠信負責 華信投庫清純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故